在政商界相当知名的整形名医林静云去年爆出违法使用的矽胶来帮病患龙乳而吃上了官司 那么去年7月份的时候呢林静云那被病患踢爆 在卫生署核准开跑之前就先偷跑违法使用的矽胶龙乳 也因此呢遭到了建方依违反要事法来起诉 今天下午台北地方法院一审做出了宣判林静云被判刑一年的刑期